最近有很多货车司机就反映 说在河南济阳公路的几圆段 一段不到七公里长的公路 竟然设了六个收费站点 您想想 七公里六个收费站点 这平均下来 基本上就是一公里一个收费站 这收费站这也太频繁了吧 感觉像市区公路里的红绿灯似的 怎么回事呢 据记者了解 六个收费站点 每个站点都有专人来把守 24小时不间断的收费 每辆车通过的时候都要交两块钱 否则你是很难通过的 不过人家收费也是看人下菜的 他们的收费只针对外地的车辆 当地的货车可以不交费 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了多年了 每辆车两块钱 六个站点算起来就是12块钱了 七公里收12块钱 真的不算少了 和很多城市打低的价格 都差不多了 据了解 每个站点每年能创收20万元 六个站点 这算起来一年过百万元了 过往的货车司机对此 早已是怨声载道 到底为什么要收这两块钱呢 有的收费员就来说了 我们不是白收的 我们是有理由的 因为我们要给轮胎来降温 你看图片上这个图片 这个池子 就是他们所说的降温池了 但是很多司机却说 基本没有见过有人 来给我的轮胎来降温的 而且我交了钱 他还不给我开票 那更离谱的是 六个收费点 有六个老板 难不成这收的钱 都装到了私人腰帮了 那有老板说法是 我们会向当地的公路局来交钱的 但是当记者向当地公路局了解情况的时候 一名工作人员却突然慌张了起来 还呵斥记者 你赶快给我关掉相机 不认录 同时对于收费站老板所说的交钱的事情 失口否认 接着又说了 如果说他乱收费 那是发改委的事情 如果说车匪录霸 那是公安机关的事情 总之跟我们没有关系 目前几元氏回应说了 是沿线的群众收取的 当地的交通部门既没有批准 也没有收取他们任何的费用 都是他们自主的行为了 我们会依法来取缔它 这就奇怪了 既然一直都是非法的行为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来取缔 反而等到我们曝光了之后 你才采取行动呢 那么大个收费站 还有六个 你说看不见 这谁信呢 我们来看看媒体方面 对这个事情的说法 来看红网 标题是 七公里六个收费站 谁在姑息作恶 文中说 这明摆着就是敲外地车的竹杠 敲竹杠也没有人管 这背后的保护伞是什么呢 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每年收如此多的费用 肥了某些人 损工肥私 政府深受其害 这样的事件 当地政府还允许它存在 真的是让人没有办法理解 群众利益无小事 无论是公路局还是发改委 都不应该成为睁眼瞎 再来看一下新华网 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 它的标题是 七公里六收费站 是谁在背后撑腰 文中说 且不说 面对记者采访 表现出慌张 呵斥记者 关掉相机等 不正常举动的 背后有什么玄机 单说着公路收费 公路部门 你不管 那谁管呢 倘若这些收费站点 与公路部门没有关系 那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谁又会有权利 占地为王 来抢收买路钱呢 公路部门的失口否认 看似很精明 但实际上穿了帮 说法呢 更是让人浮想联翩 这六个收费站点 估计每一个来头 都不简单吧 那到底是谁在姑息纵容 所收的钱又去向了哪里 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好好地查一查 治一治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损害的只能是 我们普通人的利益